邱龙大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邱龙大一开始先跟我们讲一下 你小时候住在埔里 先跟我们讲一下 以前的埔里是什么样子 以前的埔里 其实埔里它算是 情山环绕的 也就是说 算是一个世外导原 它是算台湾唯一 布林海的县 所以对外在交通上 会是比较不方便 但是它会变成一个 自给自足的一个小镇 埔里从什么时候 才开始观光变那么发达 这个应该是在交通 比较方便以后 那应该是在 我离开埔里的 到外头去求学 大概是在高中 所以应该讲起来应该是在 40年前就 埔里就是变成一个 大家很喜欢去的 因为那边的气温 很温和 然后水质非常的好 所以那时候往荷环山或荷环 那个物色都是经过埔里吗 对不对 没错没错没错 对没错 我早期应该是日月坛比较有名 对日月坛 日月坛如果离埔里来讲 以前我在外头念书 如果回埔里过寒暑假 我自己会骑摩托车 从埔里到日月坛 大概骑摩托车大概20分钟可以到 所以是非常近的一个距离 对 然后你如果骑到物色 是不同方向 山上 对 那个大概 也是到30几分钟可以到 所以浦里讲起来是 算是到这个附近的观光区 是蛮方便的 不过我知道很多游客到 到那个所谓的这个物色 或者是日月坛 通常都会选择在埔里 先住一晚 然后再继续往上走 对吧 万大阿万大那些 对因为埔里当然他 因为在当时来讲 埔里也算是比较在 你在在这种 就是说要住宿 或者是要你要吃东西什么的 花卉来讲 它的供应会比较充足 比起当时的日月坛跟物色 以前铺里应该物价很便宜 就是在观光还没那么发达之前 没错没错 尤其我觉得是应该是 物价最上涨的应该是在 济南大学 就是要设那个济南大学 在这个埔里的物件 因为大量的大学生去 对然后他当时在 有这样的一个计划的时候 就等于有不少人就去炒 炒那个地价了房价 所以会造成那一波就是 物价会上涨的很快 因为如果你真的在济南大学念书的话 你选择住宿还是在浦里镇 因为才会方便 没错 那这样学生如果说要上学的话 骑脚踏车或者是摩托车 应该也是 还蛮方便的了 对对对所以反而是济南大学附近的房子 不一定好租 反而是浦里镇上的好租 对没错 但是因为济南大学设校的时候 我已经算是离开埔里有相当时间了 所以就比较不是那么了解 没有赶上那一波 房地产那个 好那其实这本书呢 这个很多你童年往事的绘本 包括这本书的书名的这个主角 其实一只那时候你叫他杜姑 杜姑 是他每天都好像都昏昏沉沉 白天都在睡觉 没错如果杜姑的话就是打瞌睡 他杜姑其实就是一只猫头鹰 其实猫头鹰它是夜行性动物 所以他的白天的时候 他其实是眼睛都闭起来的 但是他的紧接性很高 你不要以为说他眼睛闭起来 你想随便这样去皱弄他 他马上眼睛就会瞬间睁开 所以就是因为他是一种 也算是一种老鹰类的这种 就是算是一种野兽 所以一般我们普通家庭养的狗 猫其实看起来很凶 但是碰到猫头鹰他是不敢去招惹他 所以猫头鹰皆是也有他 就是有他的野性的一面 对尤其是晚上他盯到猎物的时候 那个快很准 抓老鼠很凶悍 对没错 这是他求生的一个基本的本能 可以这么说 而且他们那个听觉其实很敏锐的 所以那个白天你要捉弄他 其实他的耳朵是很敏感的 对 所以有一次我在YouTube有看到一个报导 他就有分析三种鸟类的 飞翔的那个录音的状况 一个是老鹰 那一个是鸽子 一个是猫头鹰 他才发现说老鹰或者是鸽子 他拍翅膀的声音都很大 但是猫头鹰 他可以是完全无声的去抓了 他的猎物 所以那个因为他要抓猎物 所以他完全没有声音 让那个猎物无法察觉的 没错没错没错 来其实邱阳大哥 我们讲这个杜库当初的由来好不好 说原来是你阿嬷要买来补 对 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杜库他 但是我阿嬷其实 这个事情应该是讲到 大概就是在50年前 我阿嬷在市场 大概是被人家游说 然后他就买了这一只独孤 就是这一只猫头鹰 但是本来是想给这个小孙子进补的 那后来意外了 就是他变成我们的宠物了 那就这样发展出来的 我们跟他互动之间 在记忆中所留下来的一些小故事 而且这个绘本很有趣 就是当初毛都已经拔好准备要杀了 没错 结果突然这个小孩看得很可爱 打死不吃 只好自己养了 对 因为以前那个时代 其实一般的家庭的妇女都会杀鸡 都自己抬 那时候我们因为家里都有长工 所以会有一个女佣是专门来烧菜的 然后他想说 以我阿嬷讲说要去蹲来吃 他就想说这个也跟鸟类一样 所以他就把这个猫头鹰的脖子 先拔马 结果发现猫头鹰的 他的头可以270度转弯 所以根本你不知道 他的脖子的正面在哪里 所以后来他就跳开了 结果就这样子 就是阴臭阳渣 然后这个拔完毛座 我们发现原来是很瘦这样 对 其实跟鸡拔完毛座也是 其实对 其实讲起来 说鸡鸭鹅 我们是不会把它拿来 当食用的这个 这个这个群类 其实他们是因为 基本上他们都是 算是比较有肌肉比较重的 所以他会不起来 那实际上的鸟类 那大部分都是 他其实看起来好像是 那个那个肥肥的 其实他们都是非常的轻 因为他必须在空中 就是动作要非常灵敏 才飞得起 才飞得起 那他骨骼有些是中痛的 骨骼对 就是有点是蜂巢性的骨骼 所以他是非常的轻 所以我们也没想到说 把那个帽头鹰给拔掉以后 他其实真的 你就变成只是一根骨头而已 可是他那时候那阵子 不是都飞不起来 只能用跳的 对他会跳 但是他的跳比猫可以跳得更高 这个就是说 他本身这种动物他的本能 我们不能用人类的这一种体能 来看待他 那段时间他晚上有帮你们抓老鼠吗 因为我知道这个 有 家里老鼠 对对对 很正常 对对对对 在那种时代 其实家里的老鼠是因为 因为你一般的那种 一般的那个 就是在街上的房子 其实因为隔肩墙都是用木板 或者是一般的那种土墙 那老鼠会挖洞 所以 所以 对所以你只要有一家有老鼠 大概是每一家他就这样 是就跑来跑去的 所以每一家晚上天花板上面都会有老鼠 都是开会 对对对 都会跳浪属 那帽头鹰 他本身对这个老鼠 他只要有有有这样的一个声音 他马上就就紧接性的就会去抓 所以 所以那时候你们都没有喂他东西吗 让他自己晚上去吃 其实还是有 他只是说他应该天生的本能 他就是会去抓老鼠 就跟那个猫一样 有时候猫去追老鼠也是追好玩的 可是追几只老鼠就不敢 对 那其实如果是像现在我们年轻人在养宠物 把猫当宠物养的话 现在的猫应该连抓老鼠的本能应该也都忘掉了 嗯嗯嗯嗯 他只能去玩老鼠而已 还要玩老鼠 他可能会跟老鼠再做成朋友 嗯嗯嗯 因为他 因为动物一般都是为了要吃东西 他才会有去掠食的那种必要性 嗯嗯嗯嗯 所以他有抓到哪些奇怪的东西 你们那时候小时候看得吓一跳的 哎哎 倒也没有去注意到 哎对应该也会抓蛇哦 哎他应该是会 但是你在家在家里头是不会有蛇 不太容易看到 哎哎不会看到 哎 好然后还有这个下一个章节讲到是喜鹊跟你 这主要是你在户外血生的时候 对对 但是是是一个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情况啊 这样一个邂逅是就是他 他是我在户外的的这个公园里 他主动啊跑来这个 所以他都不会踏身就对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是相当有一个灵性的一个 哦 这个一个鸟猎啊 嗯是不是有有人这个未养惯了 所以他是不是看到人就会比较清净 嗯嗯 如果如果因为这个倒是都有可能 说不定他是幼鸟的时候是人人曾经养过 然后后来说不定挥走了 或者是是或者是就是 他本身就是比较对人类他哦比较清净 这个也是可能是鸟本身他的个性 但是我知道这只鸟这只喜鹊哦 跟我是能够这样互动哦 后来我在别的地方哦 也是有看到很多喜鹊 但是喜鹊他几乎是不会跟人互动哦 哦所以说这个也是好像也是就是 蛮蛮蛮恶然啊 很奇妙的感觉 嗯嗯嗯嗯嗯 好那第三章就是讲到铜丸的部分哦 哦就是也是你小时候的回忆嘛 就你们以前那时候玩的东西 对没错啊嗯 因为在在以前哦 就是在我们那个时代嘛哦 民国大概四五十年的时候 那时候物资还是比较缺乏啦哦 那尤其是在小镇上里哎 然后在那个时代嗯哦 也没有电视啊 也没有像现在小孩子说有有电丸 那也许现在的小孩说不定会觉得说哎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小孩会不会是哦 觉得生活会比较苦梦嘛 或者什么 但是但是但是这是这样的情况是不哎 是不对的哦 我觉得哎 在小孩子的快乐哦 他是在他的想象力啊哦 不是在于物质哦 也就是说在我们那个时代的小孩哦哦 你没有安心班没有脱手没有才艺班 然后你的生活是很自有自在的哦 然后你你就会去动脑筋 你自己会用手做去做风筝啊哦哦 你会去打陀螺啊哦 然后你会去玩弹珠啊 然后去折纸船啊 其实这个基本上这个也是一个会让你的生活非常的丰富啊哦 所以每一个时代的童年其实都是充满了哦 非常快乐的哦一个情形 都各有不同的一个玩法啊对 可是你那时候住在那边没有在户外去什么抓大肚鱼啊 钓青蛙吗 因为那时候小埔里是一个很生态很好的一个 没错其实青蛙都有哎 抓青蛙啦哦或者是那种在那个西边里头去猛拉啊哦哦 那个都有大肚鱼哈哈哈 是有都有 因為其實我小時候也有在埔里 這個待過一段時間 然後那時候好像能玩的地方 就西邊就一大堆那個 怎麼拉啊 魚啊這樣子 那是太漂亮了 那種 開鍋啊 開蝦啊 那種因為沒有生態污染的情況之下 其實你小孩子 其實你在西邊 都用那個本機就可以 馬上可以撈一本機的那個拉啊 回家煮湯汁 所以是真的可以夢拉減水口 哈哈哈哈 沒錯 小時候真的是沒這樣玩 對對對 因為這個夢拉減水口 還是真的很重要 因為小孩子 你在外頭玩 你的褲子一定都會很髒 然後你如果說去夢拉的時候 你褲子也順便洗乾淨回來 大概乾了 家裡的人 因為媽媽大部分事情都很忙 所以如果看到你褲子很髒的話 那不揍你兩下 那心理也會不能平衡 但是你如果褲子已經都洗乾淨了 那應該就不會被挨揍了 而且你在那邊玩 其實還要注意有很多水蛇對不對 那個很多水蛇 突然這樣鑽出來啊你 對 其實所以當時來講 其實小孩子也是 自己都要有一個警戒性 就是你在野外生活 所以為什麼說當時大部分 父母不是說 因為他們的工作都很辛苦 但是都要 沒時間管小孩 對但是要大小孩帶小 比較小的小弟弟小妹妹 要照顧他 這樣才能夠防止意外的發生 跟我們講這個訂乾樓好不好 訂乾樓 以前訂乾樓真的是要把對方乾樓訂到破 對 我想這個規矩應該不是我這個時候訂出來的 就是我那個時候訂出來 是說好像大家就是玩乾樓就是這樣子玩 然後因為乾樓那個木頭中間的那個芯 你買來的只是一個一小截的那種鐵絲 其實那個沒有戰鬥力 那我們玩的是把那個陀螺是放在一個畫的一個框框裡頭 然後大家是往上這樣就是丟下去去訂它 但是當然也要搓那個繩子 讓那個乾樓可以旋轉 這樣才算成功 然後我們就是想弄的比較有點這種侵略性的時候 我們就是才去訂製的乾樓的那個芯 就是變成是打鐵的那個釘 把他變成仇勇樣就會把別人的訂破 訂破對 然後被訂破了他就哇這個滿臉哭喪的樣子 但是贏的人他大概是很得意 就像民主英雄一樣 所以就乖乖再去買乾樓 明天再來 對 然後我們還會 還會這個有時候這個釘了以後 會比較這個釘的這個鋼釘的頭比較鈍的時候 我們還會再去找那個原來那個達鐵的師傅 再幫我們稍微再磨一下 然後他還會問你說你的戰績怎麼樣 就表示說連那個達鐵師傅都知道 都還有同心未明 這個也就是 對 因為他常常在地上這樣打 所以他那個頭久了就會燉掉 對 所以就要摸得來 摸得來 這樣訂到別人的陀螺上面 所以可以想像得到說不定是達鐵的師傅 在他的童年的時代他也是這樣子玩陀螺的 戰績很輝煌 然後還有一篇講到這個家屬跟老鼠 前屬跟老鼠的差別 對 有時候這個家裡會比較喜歡有前屬 對 這是我們一般台灣人的一種在傳說 就是說 如果聽到那個家裡的那個 有那個老鼠的聲音 如果他的花聲是那種疾疾疾 有點就是像台語的疾 那人家就說這個是 就是 這是 錢也 就等於財神也 這種抓到 你是不能隨便殺他 他說這個錢也他是會咬錢來 讓你家致富 那當然 那當時我們都知道說 也許 就是說我長大以後我發現說 這個會不會是只是一個 名字未開 所以以前應該是沒有所謂錢屬這個存在 那後來我就是因為看了一篇文章 我才發現說 真的是錢屬跟家屬是不一樣的 對 他錢屬他其實是哺乳類裡頭 他是石蟲木 不是內齒木 所以他是屬於更比一般的家屬更高 就是比較進化的一種哺乳類 所以等於他不會亂咬東西 對 因為他的牙齒構造 就是更像我們人類的牙齒構造 然後一般的家屬那種老鼠 因為他沒有牙根 所以他牙齒一直會長長 所以他會牙 他要磨牙 然後磨牙的時候有時候 就是會咬家具的那個 或者是就會去咬電線 所以會造成灼火 所以這種老鼠就會比較危險 就他長長大就會不舒服 不舒服他就要去磨 對 結果他如果是咬到電線 電線就會可能灼火了 會發生火災 這種其實也是蠻危險的 所以主要就是看他鼻子 錢屬的鼻子很長就對了 但是那個都是在以前聽的時候 都說比較長 但是實際上大家也都不敢肯定 所以之後我是因為 看到那篇文章以後 我才確實確定說 原來是真的有這個錢屬 而且是在YouTube裡頭 那個他還拍出說 錢屬跟家屬不同的地方 確實那個錢屬長得是 跟家屬是不一樣的 其實普里還有一個是非常重要的民俗活動 叫做救對不對 對 然後每次都搞非常大 對 十二年一次 十二年一遍 十二年一遍 他叫做做救 做救他十二年一次 所以你如果是有我們一般人的話 如果十二年才一次的話 那一輩子也不會經過幾次的做救 所以他那種儀式的那種都是會 會非常的做得非常的盛大 而且這個好像你拜的這個供品越多 你就會把自己的事業搞得越那個 對 所以我們我們在講說做救 為什麼這個殺那個神 神豬就是從這裡來的 拚中 對神豬就是把豬養得非常的肥 然後一夜大隻的 然後就是表示你的敬意越高 然後可以躲到最大的獎的時候 那也是算是一種非常大的一個榮耀 所以大家就會比那個看誰殺的豬最大 對 還把它搬開 對 所以是有點比較殘忍 這個也是一種民俗 所以我們也不好批評 這個是用現在的角度 也許就會覺得說這樣是比較不是那麼對 但是在當時 以前就是這樣 對 還有一篇講到你跟你阿嬤的這個好不好 可以講一下你阿嬤的一生的約定 一生的約定 好像這個小時候這個小孩子 都跟阿公阿嬤感情都會特別好對不對 對那沒錯 都會大家這個阿公阿嬤都會特別寵孫子跟孫女這樣子 沒錯 常常會偷偷給錢給零用錢 因為我阿嬤因為是我阿公他過世很早 是在我媽媽滿夜 可能還沒滿夜 我阿公就過世 所以我阿嬤算是一直守寡 然後我阿嬤只有生了兩個女兒 就是我媽媽跟我我媽媽的姐姐 所以是只有兩個女兒 那如果在那個時代來講 然後婦女其實他也沒有什麼摩世的能力 那算是我阿公他還留下了一點點的田地 所以有找人來這個種田 然後收一點田田豬 那當然後來跟著有吉田 當然也是會有一些比較良田的部分 也會是會就是要交給一些店農 也就是因為我阿嬤她覺得說 她好像也滿命苦的啦 就這麼年輕就守寡 然後所以她大概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覺得說應該她對宗教的信仰 就是非常的堅定 所以會就如果依我的記憶 她應該是30幾歲左右就吃素 然後一生我阿嬤過時大概80幾歲的時候 那都是吃素的 然後只要有我媽媽給她的零用錢 她一定是偷偷的就是拿自己縫線 是這樣 但是她吃素 但是她卻有在吃蛋 所以也許就是在以前那種時代 就有講說 那個時候不講究宗教自由 因為她很怕這個 一般政府很怕有一些利用宗教去 結成結社啦 戀財或者結社 結社就是會變成一種群敵的動作 這樣可能是 對社會安定也是會有影響 所以也就是說 就是不鼓勵一般的民眾 去做一些其他那種信仰這樣 好 那最後一個章節 是講到一些動物相關的新聞 對 把它變成比較促逼的一個題材這樣子 對 因為我是認為 因為在一個地球上面有千千萬萬種生物 除了人類之外 但是生存的這個法則是由人類來定 那我這一篇其實只是我其中有時候 因為我看到報紙的某一篇新聞 我就覺得說 這個新聞是還蠻有趣的 但是都是以人的觀點來看他 我講其中的一個一篇就是說 在蘇俄的一個小村落裡頭 然後因為那個鎮長他貪污了 所以他被治罪 然後補險的時候 就是其他的這個 有很多人還要出來進險 結果當地的人民覺得說 這個大部分當險完以後 說不定也會貪污 所以他們就提名了一隻貓 這個是變成也是一個新聞 結果那隻貓的民調 竟然是百分之九十一 這個是算起來也覺得蠻幽默的 那當然以人的觀點來講 最後也是會選出一個人當市長 當鎮長 但是如果說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 從動物的角度 他為什麼不能來當一個鎮長呢 如果他當個鎮長 在委託底下比較連結的人 來當他的執行長 應該也是可以 所以我是用這樣的方式來諷斥一下 來調侃一下我們的人類 所以這個張傑名稱叫動物狂翔群 包括這個青蛙太少 被警察要去開單 不知道開給誰 對 因為這個還是我們台灣的事情 是有人去報案 真的有人報 有人報案 然後那個警察他又不能消案 然後他發現說我這個噪音的發單要開給誰 對 沒有人收 對 所以我就塑造說 有一個青蛙裡頭那個鎮長伯 那必須要出來負責 最後他們就只好抗議 還我挖民權 對 因為不能夠講 對 對啊 你叫青蛙手你不能不能 不能亂叫 對 不能亂叫 其實這個是他 他在交配期裡頭 他應該有了潛力對不對 所以 這個 又從這個方面去 再來看看我們人類去制定一些法令 還是要動物來遵守 是不太合理的 所以 後面這個張姐其實還蠻有蠻幽默的 就是 相信老師也是因為長期有關注一些動物相關才能夠去發想這麼多幽默的題材 所以其實他可以講起來我們平常像這樣這一類的新聞可以說日常會都會發生的 所以他等於這個題材可以一直延續的會畫下去 因為每天都有一些新鮮的事 對 好今天非常謝謝我們的作者邱龍大衛大家介紹他的第二本這個繪本新書 杜菇台灣小孩的童年往事 泰亞出版社謝謝 好謝謝